今天我帶大家來到招商津灣府 招商津灣府會是一個配套成熟 以及非常舒適的小區 想看完整項目視頻內容 記得收看我們V加大灣區筍本黃民道 V加開心看樓團 現在要安心地買大灣區樓 一定要買V加 博士你真好 在中山華發觀山水買了一個漂亮的單位 你知道我多羨慕嗎 當然了 其實在中山這個地區 80多萬元可以買一個貝山面駐湖的單位 其實真的很難 不單止現在 其實一向在香港也有一些中港的冷氣巴士 直通巴士就可以來到三鄉的地方 到時一轉車就來到這裡 交通也很方便 不知這樣 還有 現在開關之後 過來買樓 兩成首期完成 兩成首期 那就是二十多萬元可以做業主 那還比那時還著數 當然了 如果大家想來中山看樓 記住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沒錯 不單止我還選擇多兩個中山的漂亮盤 到時大家特地來考察 做一個比較 到時再做一個決定 記得馬上報名 別的看樓團 我喜歡 注釋 淤gra 人好 選手 益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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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集团 招商局是创办于1872年的 一个药物运动时期 亦是我们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包括我们招商局集团 创办于1872年 亦是由李鸿庄先生 负责创办的招商局集团 目前已经有150年的发展历史 我们除了会开发我们的地产板块之余 我们有四大核心区域 包括我们的金融 我们的招商银行和招商证券 以及有港口的运输 有宗宅 还有招商局的工业和地产板块 包括招商社口 我们的开发公司是属于招商社口 属于地产板块 经过这150年的历史 我们招商局的资产 是成为规模最强大的央企 我们的资产是去到各大央企排名第一 包括我们的总利润 也是在央企排第一 以及我们的两家公司 是拥有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 包括招商社口和招商银行 都是属于500强的企业 实力很厚厚的 包括招商集团的总资产 是去到11.47万亿人民币 可以看到我们的资金 亦是非常龐大 以及每年的增长复合率 是去到10.6% 所以是不需要担心 我们发展商资金上的一个民均 央企第一 对 央企第一 是的 那我们这边来看看吧 其实你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的招商局 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母公司 那我们的招商石口 是属于子公司 那包括在我们的招商石口 主要是布局我们的一些海外城市 以及我们的重要发展的板块 包括如港澳大湾区 以及我们的雄安生区 海南自贸区 是会积极去参与国家的 一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去发展 即是哪里需要我们招商 我们就会去哪里了 那包括我们的招商石口 已经是进驻了我们全国 已经是去到110个城市 这个图可以看到 我们进驻的板块也会比较多 包括我们开发的精品项目 已经是去到620个 所以我们无论是开发我们的 长租公寓 以及我们的住宅 以及商业 以及鱼养中心 这些非常之有经验 即是说现在的项目 总共超过500个 是 已经去到620个 已经是进驻了111个城市 除了我们国内之外 好像白俄罗斯 新西兰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有我们招商的产品 OK 如果外国是什么产品 都是做一些工业的为主 工业园 工业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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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招商中湾府 它是不单止我们招商局的股份的 另外一间旗是属于中良控股集团 这间公司是1993年在温州那边起步 是 后边的话 因为它销售金很远 温州那边 去到8亿 后边就将它总部搬到上海 后边的话 2020年 它也是拿到比较多的名次 包括2019年的香港上市 而2021年的话 亦是获得我们中国的责任地产 十强的第三位 OK 但是中良控股 它的股份不会很多 只有30% 我们招商是占大头的 70% 所以它基本上架就是拿干股 拿分红的名字 它就不会参与它管理的 招商是大股东 是的 没错 包括我们以后收楼的物业 都是会用我们招商职余的 它的管理费就是3元 是 这个项目是3元 是 没错 OK 永鑫介绍得很清楚 我们过去看看区位和沙盘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区位了 那我这边的话 就帮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周边的一个区位的配套图 是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楼盘所在的位置是红色的 是 是 属于我们现在的翠亨新区版块 对 对 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多都会选中山的楼 因为现在国务院是重点去开发我们 越港澳大湾区 越港澳大湾区 它也是由9个城市 和2个特别行政区去组成 是 那包括可以看到我们 翠亨新区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嗯 因为我们北截就去到南沙自贸区 南沿就去到我们一个珠海的 樊琴的自贸区 是 那西边就是回到我们中山的一个市中心 那我们的东边的话 就可以去到我们前海的自贸区 因为广东就只有三个自贸区 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 是属于黄金金山角的一个核心的位置 是会被几大的自贸区包围着 那大家都知道南沙、樊琴 它都是属于行购的地方 包括它的楼价也不便宜 那很多人会首选就是我们中山的 那中山它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 会有我们的港口 会有我们的深中通道 以及有我们的地铁线 所以是会打造多维的一个交通疏流 那包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比较火、比较热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深中通道 那深中通道来前海是非常近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过深中通道 就去到我们前海的位置 深圳现在的楼价真的很贵 基本上80%到90%的人 都是买不起深圳的楼 那深圳的发展呢 就是往东、东往西走的 它后边就早期好像挪湖、南山 以及福田这些位置 它已经是属于老城区板块 那摘下来呢 它就是政府会打造我们的一个沿海的一个板块 前海这个位置 前海它本来是由15公里抗建到120公里的 那前海这边基本上都是我们招商 就是太子湾那里 很多都是我们招商的项目开发的 所以它的价格 已经是去到10万到20万这个价位 那基本上80%到90%都是卖不起前海的 那很多人都会去买哪里呢 会买越港澳 那越港澳大湾区的话 会买哪里呢 会买哪里呢 会买我们中山 因为我们中山不弹扣 是的 比较好的一点 还有 过来也很方便 是的 因为有条深中通道可以见到 深中通道的话 它就预计会在24年的6月 又已经去完工的了 那包括深中通道的话 全程24公里而已 是 相向8车道的 并且时速是去到100的 那就是意味着 你上桥位到下桥位这个时间 只需要用14-15分钟的时间 已经去到的了 那包括就是从我们中湾府出发 到上桥的位置 就是过两个号、六、六、五分钟的时间 就是意味着你去到前海的位置 只需要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那樽湾府应该是属于北边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马安岛的北边 等下都会跟大家介绍 那其实看到 除了我们深中通道的交通疏流以外 那政府也是非常体重 马安岛的发展 是 它未来会安排400部大巴 是会直接接驳到深圳的一个位置 就是除了你自己开车以外 我们要坐大巴 我们就可以跨市了 就是这样的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400两大巴之外 那我们会有地铁 那应该18号线是非常之出名的 是的 全国最快速的地铁线 相信很多人都会坐过 那我们18号线的话 它是去到南沙自贸区的一个万瓶沙和环力站 是 那它一站式去到我们中山的一个香山站 是的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以后 我们只需要坐地铁 就可以去到我们广州 去到我们珠海环琴自贸区 因为18号线它是将两大自贸区和我们中山是接驳起身的 是的 就是我们马庵岛会有一个地铁站在这里 是的 那除了我们的地铁线以外 那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坐船 应该 是的 那我们在马庵岛这个位置 是一个中山港的一个码头 将来搬过来这边 那以前就会在这个位置 在港楼 这个是旧码头 那它主要是做一些货轮为主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码头在我们马庵岛 它是做客运为主的 并且它有免建大楼在这里 是 比如说你要出国去机场 比如我们由新中山港码头 去到香港的机场 我们在我们这里的免建大楼 可以办理一些手续 就不需要去到机场去办 有免建大楼在这里 那在码头 新的码头去到这个项目 要多久呢 其实开车的话很快 因为整个岛区不会太大 是 比我们的澳门大一点 是 它整个位置是比较小的 可能由我们楼盘出发到这个位置 开车都是十分钟以内就去到 那也很近 它的通勤时间都比较近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新中山港码头 它直接是会去到我们的一个 深圳的港口 以及去到我们香港的一个 中港城码头 以及可以去到澳门的码头 包括你以后去坐飞机 都会比较方便 是 这个就是我们海陆空的一个 多围体的交通 在这里 马安到未来都是交通 真的很方便 是的 没错 好 那我们折下来就帮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马安岛的板块情况 好 可以看到我们售楼部的位置 就是我们楼盘 就是在黄色的水晶体这个位置 整个马安岛的占地面积不会太大 因为长是9公里 宽是4公里 一个是35公里的一个平方公里 是 那我们整个马安岛的发展 它是打造一族 这条中族线的一个无龙水道 是 和我们的三个核心板块 三个核心板块 它是分为北部 中部 和南部 那样的 那我们首先就先说南部这边 那南部的发展 它主要是做一个城市的 暢行板块 那包括它可以看到刚刚说的 中山港的厚人码头 就是这个位置 在南部 是在南部这里 那么南部它的发展周期 会比较长 因为它是属于一些 是很多在建的 以前就是田沙 就是田海 这样建出来的 那么它周期时间 起码都会到六到八年的时间 才会完善到 那包括它可以看到 我们的中山港厚人码头 以及我们整个马安岛的地标 南北塔 460到480米 会在这个位置 南北塔 是的 那包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大湾区的博物馆 那未来会有过万件的旧品 会在这边进行展示 那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版块发展 基本上都是以一些 雷油热 是的 观光式的一些产品为主 那包括澳门比较出名的 河家应该都知道 是 赌王 赌王家族 都在这边拿了地 都是会做一些娱乐 休闲 舒适为主 我们的一个南部版块 那中部的发展呢 它是做公业伦理中心的 那中部的话呢 是我们比较多企业 世界五百强 和独个手企业 会集中在我们中部版块 这个位置 那包括刚刚看到的 湾区 未来的一个科技城 以及中心的科技园 都会在这些中部版块 那包括我们的世界五百强 就是国际医疗城 湾区国际医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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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会一共 投入七间医院的 那其中会有两间医院 是可以做到三间级的医院 是 因为在中山 它就只有三间 我们马鞍岛占了两间 所以中山政府 对于我们马鞍岛的医疗 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很好 除了会有两间三间级医院之外 也会有些国际级医院 就是国际配肚 会在这个位置 还有医药产业园 是的 都是做一些生物医药 这样的为主 就是这个中部版块 它就没有什么住宅 都是会做一些企业的进驻 企业多自然就会人多 人多就它的购房需求 到我们的北部版块 它主要是打造一个 休闲生活的一个中心为主 以翠湖公园这个为中心 你可以看到我们周边 整个马鞍岛 包括它的政务中心 还有管委会 都会在这个位置 其实政府在哪里 就是这个版块的门面 所以它这边的配套 自然会做得比较成熟 我们在北部的话 它开发时间周期比较早 在19年开发的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 现在来到它的学校 包括它的饮食 以及它的一些集团 都会在这个位置 已经开热了 我看到有很多学校 是的 因为政府对于马鞍岛的教育 是非常之重视的 一个不是投入了40间学校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学 中学教育用地 会预留在这里 那么我们主要 现在开了学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距离我们楼盘1.5公里的 中山纪念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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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周知 它的中学是非常出名的 在我们广东省内 是排前山的 那么它这间小学 都是按照省一级的标模去建 这样的 已经开学了 等会也去过去看看 那包括旁边 亦都是一间 在建的翠恩第一中学 是 还有我在中部 好像看到中山科技大学 是的 没错 它这间是大学来的 哦 它主要都是做一些科技的研发 就是现在规划中 是的 没错 已经是规划当中的 包括它以后的总师生人数 去到1万人 它的比例去到研究生占6成 本科生占4成 其实主要这里已经有1万多人了 它会为我们大湾区提供很多人才 因为我看到这个板块 真的有很多学校 是的 因为满安岛政府对我们的板块 是比我重视它教育培套的 是 包括我们本身小区是自带了一个幼儿园的 是 在旁边也有一间西湾外教育学校 已经开学了初一和五高一 是做一个商与的私立学校 即是满安岛又有基本的生活培套 是的 有学校 公园 又有产业 是 那里也有一些旅游的地方 旅游的地方 没错 都很齐全 是的 整个满安岛的面积不大 所以我去哪里都很方便 并且有空可以去翠亨集团这边 会有希尔顿这些升级酒店 已经开了 因为升级酒店的选址很紧身 他要知道这个板块的人消费得起 他才会在这里开热 没了很多山卡拉丁 没错 所以北部会比较配套成熟 包括有空的话 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翠湖公园 去逛逛 以及我们这个洪树林的景观带 包括整个中生唯一一个 奔岛的沙滩公园 酒角 这些是有空的 还有可以去到我们的 翠亨国家级的一个湿地公园 但这间公园就需要预约 提前预约 他每天就会逛压2000人 提前预约是 看我们的小程序 可不可以预约当日呢 最好提前 OK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在寿的房间 好的 看看你们现在在寿的房间 OK 没问题 折下来就和你介绍一下 我们小区的一个沙盆模型 我们现在的十楼部位置就在这里 你们刚刚应该都是把车停在路边 是的 我们旁边这条路就叫做五桂路 我们的朝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这样排布的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可以说是晚安岛的 箭地面积比较大的一个楼盘 也是它的配套比较成熟 包括我们一顿它的箭地去到十万平方米 那箭面是去到四十万的 那它一顿是由四栋的工件配套 和我们二十栋的住宅去组成 哦二十栋住宅 一顿是由二十栋住宅的 那四栋的工件配套 包括有我们刚刚所说的幼儿园 是 是 以及这三栋是会给政府的 嗯 还有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公交站 有没有印象刚刚刚说过四百步大巴 是 以后会在我们晚安岛各个位置 会设立一些点位 那刚刚好我们的楼盘外面就是公交站 哇 公交站很方便 这个很方便 是的 没错 那我们整个项目的朝向就是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地排布 是 那我们这个楼盆的话 亦都是它的原林设计 是山水比德 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原林设计公司 去打造的 我们的小区园景 那我们小区园景呢 亦都是按照一族 一带 一环 九大主题公园组成的 那一族呢指的是 我们超长一百七十米的 景观中族 是的 整个 包括你进来我们小区的大堂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水景 是做得很漂亮的 待会也会去拍摄的 是 包括我们1.35公里的索交环形跑道 以及我们的一个九大主题公园 包括我们有整个马康岛最大的一个儿童乐园 那会是一个商儿童乐园 是有两个的一共 那包括除了这些小区配套以外 我们会有羽毛球场 以及我们的网球场 可以给到热主去使用的配套 是的 所以说是我们的配套是最成熟的 是的 最成熟的 我看到儿童乐园也有两个 是的 去到一千方的架空式 我看到小区的绿化 你们就这样看这个沙盘 我觉得都搞得挺好 是的 除了这些配套以外 现在很少楼盘会有会所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 是做一个下沉式的庭院 是 也会有一个会所 包括会所里面会有健身房 就是在这里 是的 会有健身房 有瑜伽室 还有小朋友的阅读室 一些喝茶的休息室 也会有 其实我上次来看过的 我觉得那个下沉式会所就不是很大 但是很精致 我自己个人觉得很精致 很舒服 是的 这些起码是可以给到热主一个场所 让它休息 我在小区里面就可以享受到 我不需要出去 是的 泳池呢? 泳池也会有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卖的那个楼栋 它就很漂亮了 它位置 就是我们的12栋 刚刚说到泳池 它就是北边就是泳池 是 那我们现在卖的就是12栋 它的总层高是去到34层 两梯四壶的设计 是 那我们的产品 现在在手的产品 是有两个面积的 那一个是我们的89 正栏向的三房两围 还有我们南不对楼的105方的四房两围 而且这个105方是非常好的组织 它是双阳台的南不对楼 89平方就是二三户型 是的 一二 89是0102 0102 185方就是单边后边的0304 0304 单边位南不对楼头 是 那这边就 前面有没有遮挡? 就是那边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 它整个流动设计是用点状式分布的 并且我们12栋 它前面是没有流动在 就只是一个三层高的幼稚园 即是永久景观 是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11栋前面是一个6栋 是的 那我们的12栋前面是没有流动在 而且是没有开阔 是的 那我想问停车场出入口呢 停车场出入口是这个位置 一共有三个停车场的出入口 一个就会在这里 东进西出 是 还有一个在这里的 是 这个有三个 嗯 好的 那好吧 那阿永恩今天介绍这个 在售房源也介绍得很清晰了 好吗 那我们上去任务房看看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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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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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谢谢观看